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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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明镜 让他们指引我继续前行 祈祷我拥有一颗勇敢的心 和能够战胜一切困难的勇气 如果你们还不懂存在的信息 接下来有请红方运动员 年龄18岁 身高1米7 臂展1米62 体重60公斤 战绩8胜2腹 来自周口李宁加龙搏击俱乐部的 贺 玉 博 大家好 我是贺 玉 博 来自周口李宁加龙搏击 藏颜道 擂台如战场 若能相逢 必要分个胜负 今天我在这里 绝不做战场的逃兵 定于你一节高下 我是贺 玉 博 这场比赛呢 我们的篮防选手我比较熟悉 之前呢就参加过我们全新一代的比赛 是从海选赛当中脱颖而出的 意志品质非常的坚硬 敢打敢拼 用教练的话说属于硬茬 而且呢他都不容易受伤 之前呢在我们全新一代比赛呢 有赢有输 那今年的卷土重来 他誓言要在2018赛季取得开门红 是否能够取得开门红呢 擂台上见 有请场台湾员赵岩 比赛现在开始 暴露1 但是呢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WF中国区新位挑战赛淘汰赛的比赛现场 这场60公斤级的比赛 哈喽大家好 我是龚燕丽 我是评论员雨晨 在我身边的是我们的特约评论员KO女王龚燕丽女士 欢迎 一上来两个人打得很胶着 之前姚赫飞曾经是我们海选打出来的选手 在去年的时候也曾经打过我们全新一代 但是在欣慰之星的比赛当中输了 但是这是一位作风非常顽强的比赛 两个人年龄非常的年轻 姚赫飞今年是21岁 而她的对手贺玉波今年是18岁 从他俩的打法上来看贺玉波应该是力量上比较足一些 没错 尤其是在整个肌肉的维度上看来比对方要好一点 这是一个无意识的激动动作 好的 问题不大继续回到比赛 飞溪 一个飞溪很漂亮 对 我直接被接住之后摔倒在地 影响不大又是一个定膝 后手 那个蓝方选手跟技术比较全面一些 没错 红方选手力量更足一些 是的 但是我觉得在小级别里面力量大的比较占优势 没错 只要时机成熟或者说能够找到就是击打的空隙的时候 是很容易致命的一种打击方式 在身高跟臂展上两个人相差不多 姚赫飞是高了两公分 臂展但是比对手长出来了16公分 这应该是她的优势 但是这个蓝方一直打法上能够压制住这个红方 没错 可能是身高这个臂长能够 是的 就是因为臂展比对手高出来了16公分 所以说在距离的控制上也会找得非常好 一个后手 一个后手中击 好的 现在好一波是被第一次赌秒 好的 经历过赌秒之后应该问题不大 比赛继续上一个正灯 前手切一个西装 好 现在是全法的对攻 没错 对于好一波来说应该抓紧时间挪动出现在她的红色死角区 对 现在 就进行了第二次赌秒 第二次赌秒 好 下面宣布本场比赛结果 蓝方在第一局2分27秒TKO红方 比赛结果蓝方胜 恭喜姚鹤飞成功竞技下一轮 我感觉这次比赛发挥的还可以 因为我看对手属于力量性的 他的速度应该是很慢 所以我就抓住机会去击打他的腹部 他的腹部空当有点大 我就进行组合拳击打的腹 然后就把他给打K了 接下来登场的是 程振顺对阵王文存 胜出者将与姚鹤飞进行一场 新锐挑战赛晋级赛 武林峰之全新一代 精彩继续 那接下来我们比赛继续进行 我们要进行的是60公斤级私人战 第三轮第二场的比赛 首先有请蓝方运动员 年龄18 身高1米74 臂展1米78 体重60公斤 战绩9胜7腹 来自伊隆奥语搏击俱乐部的 王文存 大家好 我是王文存 来自伊隆奥语搏击俱乐部 18岁的青春需要热血去灌溉 搏击的擂台需要汗水来挥洒 绚烂的人生由我创造 我是王文存 接下来有请蓝方运动员 年龄20 身高1米72 臂展1米74 体重60公斤 战绩6胜2腹 来自永泰搏击俱乐部的 程正顺 大家好 我是程正顺 来自永泰搏击俱乐部 好男儿不作陆路无为之人 自由搏击道路上 我会奋勇拼搏 什么都阻挡不了我胜利的脚步 我是程正顺 我会奋勇拖打不可 我会奋勇拖出 我会奋勇拖不可 搅拖起来 我会奋勇拖大 我会奋勇拖大 我购策多了 我会奋勇拖大 这场比赛的两个选手 我都非常熟悉 看过我们全新一代的拳笔都知道 蓝方选手王文存 今年只有18岁 很年轻 但是技术不错 属于控制型 在场上很喜欢控制节奏 通过防守反击 抓对方的弱点 是一个动脑子打拳的年轻小将 而对手红方选手 我称之为是玉面杀手 小伙子长得非常帅 程正顺 是一位有着多年泰拳功底的 一位年轻的自由搏击的小将 上赛季也有过精彩的表现 只可惜最后没有拿到新人王 他最大特点就是一个字 硬 这场对决到底谁能够获胜的 我们勒太长见 有请场上台美员张鑫 比赛现在开始 这场对决定是一个特别的 法律人王 他最后没有 他最后再看 他最后再跟他的 他最后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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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 他最后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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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湖北武当国际武术交流中心为你带来本场比赛的实况 我是评论员雨晨 在我身边的是特约评论员KO女王龚燕丽 欢迎 大家好 我是龚燕丽 一个高操 两个选手的年龄是都非常年轻 蓝方王文存今年18岁 红方程正顺今年20岁 在身高臂战上蓝方王文存是高了两公分 臂战也是长出来了四公分 开局第一场打得比较谨慎 没错 但是他两个是个不同选手的类似 就是他们两个打法完全是相反的 一个是泰拳出身 然后重拳重腿 一个是完全是技术线的 是的 练个武术套路比较灵活一些 王文存传统武术出身 而且据说他在场下性格也是非常的内向 在拳台之上也是非常善于来打控制 所以自己的整体技术层面上的水准也是比较高 对 然后动作还比较快一些 没错 打到现在能够感觉到 这个蓝方王文存还是很冷静的 尤其是在距离上控制很好 高扫 后手 这台下指导教练也是很着急啊 一直还打和手 不知道他能不能听得到啊 是的 好的 一个中扫 还是控制好距离 继续给高扫 好现在反倒是红方泰拳出身的程正顺啊 现在因为身高臂展并没有优势 但是自己也没有想要去发挥自己泰拳的优势 想要打近身啊 对我感觉节奏还是有些慢啊 没错 真的我们这个自由波击的立台上 节奏还是比较快一些的 没错 尤其是在我们全新一代啊 都是年轻人 这种新人来打的时候 往往节奏会比较快 后手 好接高扫 正登 好两个人的进攻输出还是稍微小一点啊 而且频次也很少 打的要比第一场谨慎一些了啊 没错 哎 又给了一个高扫 好的中扫 给拿腿 距离上差一些 距离上差一些 没错 在距离的控制上不是特别的明晰 嗯 我们看 这个蓝房蓝房教练一直在喊着 拳法进攻 腾拳法进攻 没错 继续回到比赛 第一回合最后十秒钟 来一个 往来一下来一下 来 往往往往往往往 来组合 进攻进攻 哎 后置前摆 在这一回合比赛当中 整体感觉两个人在节奏的控制上 都略微的有点慢 您怎么看郭老师 对对 然后红方的进入节奏的慢 而且是泰拳出声的吧 动作也比较慢了一些啊 没错 而且我们总想看到程程顺这边 能够打一打泰拳擅长的近身 我们来一起期待一下双方 在第二回合比赛当中的表现 哎 好的 好的 双方第二回合比赛开始 第二回 第二局应该有所改变啊 没错 啊 王文春的教练也是一直在说啊 要前手点他点他多给前手啊 看来是在第一回合自己后手拳 在距离的控制上还不是特别好 所以要用前手找一找距离啊 好中扫 好中扫 又一个 好还是要往前 这个红方战术要有所改变啊 没错啊 啊对于红方程程顺来讲他现在的状态就是哎 一味的给 一直在等 等的太多 等的太多太被动 没错 而且他呢 一直在步伐上是处于一个上压的趋势啊 但是并没有自己的拳和腿的进攻输出 对对一直抱着拳在压在等 没错 等的太多 因为你如果一直在打防守反击的这样的情况下的时候 尤其是在我们的比赛现场上 会感觉在场面上自己不是特别占优 对对 而且没有持续的进攻输出啊 进攻啊进攻啊 嗯 我都看着急了呀 对 对 因为你之前在打比赛的时候就是典型的进攻型选手 对 一定要进攻 因为这个胜利不是你等出来的 没错 而是你用拳脚打出来的 没错 好 后手接前手 正灯 这个红方选手从第一局到第二局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进攻方法 是的 在比赛节奏上是彻底陷入了蓝方比赛节奏当中啊 他们作为小 作为小GP来说这个步伐上太死 步伐上 嗯 移动的太慢 没错 这个王文存练过武术套路啊 嗯 他的移动啊 他的这个打法上比较灵活一些 是的 而且 整体看来对于我们这个拳台来讲啊 整个拳台的空间和 不管是纵身还是程度的利用还是非常好的 就是脚下的步伐移动的非常的立体化 一般卡练泰拳的要求重拳重腿 没错 哦 一个飞机 嗯 在打法上这个移动上就就很慢 节奏很慢 是的 往往很多泰国人来打我们的那个武林分的比赛啊 他都不适应我们的规则 没错 但是 呃 程正顺现在的状态就是 如果你说好你是泰拳系的选手 那么你用 没有你的近身的进攻输出 这点就比较容易让人着急 呃 第二局马上结束 好 好 好 双方第二回合比赛开始 加快一下自己的比赛节奏 对 我倒是希望看到第三局的这个程正顺啊 嗯 能够加快进攻 对 有一个爆发啊 对 要不然真的没机会了啊 是的 好 两个人还在找机会 这个蓝方一直用直线腿法来控制这个距离 嗯 战术用的还是不错的啊 嗯 嗯 对于自己的优势还是呃 呃非常的明晰啊 就是因为自己 对 牵住自己身高 非常对 对 占优势 后手 后手打中 对 其实 呃 比赛打到现在王文存的 后手直拳啊 真的是在比赛当中让自己占了不少便宜 就是拳法进攻 没错 你拿拳法开路 嗯 反而是王文存的这个后手拳啊 势大力尘 对 好 程正顺终于给出了一套有模有样的进攻了 对 对 还要在控制距离 低扫 后手 对 程正顺打跑一直就是抓了机会中击 抓了机会中击 没错 但是等的还是有点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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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给钟嫂 要进攻了 要进攻了 是的 其实现在压力相对小一点的是蓝方王文存啊 因为前两回合自己的发表不错 那场面上应该战有一定的优势 反倒是程正顺 在剩下的时间当中 进攻应该再多一些 对 对 好 这些啊 找扫回一个 很危险啊 没错 别打拳 后手 这个后就很重啊 应该打完后手 后手打中之后再去进攻 没错 再去扎其他的动作 没错 还是还是有点单一了 没错 给个扫提 两个互拼后手 这个蓝方蓝方王文森啊 一直在等待这个迎击后手 连续打了四个 没错 看不老他能不能在接下来 他能不能一拳打中啊 第三个王文森 双方平权 好给个高扫 第三局结束 在第三回合当中 其实洪光选手程正顺 明显能够感受到 加强了自己的进攻输出啊 但是从我们解说期看来 还是这个输出不够啊 还是需要他多一些 等得太多 下面宣布本场比赛结果 一号裁判员 27比30 二号裁判员 27比30 三号裁判员 27比30 比赛结果 蓝方胜 恭喜王文森 成功进行下一轮 这次我专门为了 这次比赛做了一些特别的训练 比如说我的后置杆 然后还有我的背膝 这些动作 我都在比赛比赛场下做了一些特别的训练 这是第一场比赛嘛 然后敲的体力比较大 下一场我会尽量的就是打一些反击了 然后主动也必须要做 然后主动也必须要做 WLF WLF中国区新锐挑战赛 刚刚结束的60公斤级淘汰赛 来自星舞创新搏击俱乐部的姚赫飞 与来自一龙奥宇搏击俱乐部的王文存 分别突出重围挺进决赛 姚赫飞 一位从全新一代排选赛中脱颖而出的年轻小将 技术全面 作风顽强 曾参加2017赛季60公斤级新人王挑战资格赛 但在晋级赛中 输给经验丰富的老将宋孟骁遗憾而归 这是我第二次来的幸运之星 很遗憾第一次因受伤和幸运之星擦击而过 在淘汰赛一开始 姚赫飞率先对贺玉波发起进攻 以一记重拳造成对手第一次赌秒 一番拳法对攻之后 再次将对手逼入擂台死角 姚赫飞看准时机 一记顶膝再次将对手击到赌秒 根据WIW武林峰赛事规则 在淘汰赛中一回合被赌秒两次 则判定失败 姚赫飞TKO对手进入决赛 因为我看对手是力量性的 他的速度应该是很慢 所以我就抓了机会去击打他的腹部 他的腹部空当有点大 所以进行组合拳击他的腹部 就把他给打KO了 接下来我要调整休息 准备第二战 我今晚一定要拿到幸运之星 今晚晋级的另一位选手王文存 场下腼腆内向 场上善于把控节奏 沉着冷静 武术散打出身的他 此次对战泰拳出身的成振顺 王文存以快至慢 利用自己身高必长的优势 用腿法控制距离 展开拳法进攻 新打三局 最终拿下比赛进入决赛 这次在类似上打的 并不是特别理想 因为水平应该还没发挥出来 因为打的不是特别主动 太被动了 场上动作太少了 然后虽然赢了 但是觉得不是特别的理想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 获胜后的王文存 丝毫不懈怠 利用休息时间与教练研究 下一场比赛将采用的战术 增加自己的胜算 在我看来我的对手的比赛 他第一回合将别人TKO了 然后我们看他的动作是那种 比较多的 然后而且冷冻的也比较多 然后我会下一场比赛 我会对他进行一些反击 反击然后迎击的动作 尽量让自己场上发挥 一定要不乱 节奏一定要把持住 晋级之战即将打响 六十公斤级 新锐之星奖杯将花落谁家 让我们共同期待 观众大家好 这里是河南卫视全新一代 我是主持人李伦 全新一代是河南卫视 打造的中国最大的 青年自由搏击职业联赛 意在培养中国搏击界新生力量 提升中国搏击整体水平 那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 WIF中国巨新味挑战赛 2018三季 60公斤级的晋级赛 让我们有请双方选手 共同登场 有请姚赫飞 王文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也是非常有潜力的一位选手 这两个人相遇啊也将会是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 好 低嫂 这两个选手都是比较灵活的啊 没错 灵活的速度还比较快 然后打法上也比较相似 都是练过三打基础的啊 对 两个人臂展是一样的 只是在身高方面王文存高出来了两个分 对 而年龄上姚和飞是比王文存大了三岁 对 一上来两个人打的也都比较谨慎啊 还是在耐心的寻找机会 可能这打法套路有点太相似了啊 没错 好 低嫂 反身腿 小心啊 两个人拼拳 对 好 要分开 一动一动要都进攻了 没错 等的有点多 好 后手 因为是第一场第一场打过之后啊 都看都看了互相双方的比赛 没错 有应该有一定的研究啊 都会有一定的了点啊 所以说在在打法上 在在打的时候会有一些谨慎 是的 好 继续前压 哦 这个高嫂啊 高嫂 这边两个人啊 如果是在晋级赛当中都比较谨慎的话 哇 还有十秒 对 好 十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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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攻 进攻 对 好的 一个后手 来 起动一下 来 起动一下 来 起动 上去 好的 第一局比赛结束 是的 比赛就打得格外紧盛 所以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双方的第二回合的漂亮 好的 双方第二回合比赛开始 一上来还是在试探啊 在找机会 好 一个正灯 一个正灯 回了一个中扫 所以两个还是在找机会打得很耐心啊 但是 其实作为我们的比赛终止来讲 进攻还是要多一些啊 有可能这一场打完之后 胜利者就是我们的新日之星 这多多少少会给他们的心理上有一定的影响 没错 打的时候会相对来说会更谨慎一些啊 没错 其实越谨慎反而不好 对 有点放不开啊 对 影响他们的实力 是的 其实作为年轻运动员来讲 在场上如何把握自己的这个兴奋度和兴奋点啊 的确是需要很多比赛磨练出来的 对 在我看来我们全新一代的擂台啊 就是提供给我们新运动员的机会 展现自己的平台 是的 就应该多打动作 没错 积极的进攻 多展现自己 是的 好 搞扫 对 好拳 好拳 好 好 推开 对 自己的前手啊 尤其是王文存这边 记得前次还是要多打一打 来 总是打一下就抱上了 打一下就抱上了 没错 打法太相似 是的 第一扫 看来打法相似 发型也很相似 除了颜色不太一样啊 没错 所以我在第一回合结束的时候还说感觉像是打另外一个自己 对 一次警告 进攻 进攻 没错啊 等的太多了 对 其实对于整个比赛节奏的解读啊 如何让比赛进入到自己的节奏当中 对于年轻人来说的确是一个经验的一个积累啊 对 场上裁判也在提醒他们 你只有去多打动作 多打动作之后 你才知道这个动作有没有效 对 能不能用上 对 你打了之后才知道对方会去反击什么 你才能从中获得经验 没错 对 然后自己的节奏才能够找准 对 然后再去找对方的节奏 对 那样的一个短小的时间差啊 对对 运动员最可怕的就是在这等机会 等机会 对 等等等等等 这时间就这样被这个一分一秒就浪费过去了 对 还有十秒钟 一个正灯 两人护平后手 护平后手也是很相似啊 都是头往的一篇 没错 就是侧身给护手 对 侧身头往的一篇 然后一起打后手 没错 在第二回合比赛当中 双方 总体来讲 打的还是略显沉闷啊 对对 不管怎样 但是在短暂的休息过程当中 我觉得教练一定会给他们 一些在进攻上的指导 那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双方 第三回合比赛 对 我们希望在第三回合的时候 能够看到爆发啊 对 好的 接下来是双方第三回合的比赛 相当于也是决胜局的比赛了啊 在前两回合当中 两个人应该是不分伯仲啊 应该是前两局有所保留啊 没错 是不是在等待第三局一个爆发呢 没错 所以第三局两个人的持续进攻 一定要多打反身腿 还一个中嫂 好 后手 好的 这个机会找得非常的好 推开 王文存这边真的是自己必长的优势 应该多利用自己的前手拳 前刺应该多打一打 好 高扫 我们来看王文存现在继续往上压 好的 好的 又一个高扫 好 这一个后手 好的 两个人又是互拼后手 推开 又是后手 对 后拳还是给的力量很足的 没错啊 赤大利沉啊 打空了啊 对 对 两个人后手拳也非常的像 还继续耐心的找机会 晃一晃直接就进了啊 对 还是要再打得坚决一点啊 来 前半 来 前半 前半 前半给你击扫啊 很漂亮啊 只有三个人给你击扫行了啊 来 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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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双方教练都很很很很很着急啊 没错 在场也是在给场上自己的弟子一些进攻上的意见啊 我们双方教练都很着急 希望我们这个 在打的这个选手上也能有所找到突破点 嗯 高扫 好的 第三回合时间也不多了 双方还在找机会 给一个 给一个啊 一 二 再走 好 前走 前走 双方还一个高扫 反身腿没有打到 这是一个很好的空档啊 但是我们从没有利用好 从这场比赛来看 我们这幸运的园就是幸运的园啊 对 好 想要做个爆摔 做好分开 前走 时间已经不多了 二十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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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十秒钟 对 最后十秒钟 应该显得拼拳了 能不能看到谁有个击中 明显的击中啊 没错 给一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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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双方比赛结束 对 下面宣布本掌比赛结果 一号才班员 二十九比二十八 二号才班员 二十九比二十八 三号才班员 二十九比二十八 二十九比二十八 比赛结果 红方胜 恭喜 我感谢这个赛事房 给我这次拿到新军军的机会 非常感谢我的团队 感谢我的教练 是他们一直鼓励我 所以我才有今天 接下来我就要好好回去 再刻骨训练 把在内坛上没有花回来的动作 再仔细练练 接下来我会认真备战 接下来我会认真备战 接下来比赛 我一定要拿到今年的新军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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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